股亨佩让你两分钟听懂个股分析 BABA阿里巴巴为消费者电子商务 网上支付V2V网上交易市场及云计算业务 公司2017净利率为27.6% 近期净利率为31.9% 2017年Roway 14.9% 近期Roway 19.5% 公司越来越赚钱 公司营收连续5年都成长超过30% 近期营收成长放缓仅为7% 2017年EPS为2.54 之后逐年上吊 近期EPS为9.42 市场消息 据陆媒深蓝财经报道 马云消失近三个月后首度现身 视讯连线中国百名乡村教师 阿里巴巴集团和马云公益基金会随后均证实此事 受此激励 阿里巴巴港股挂牌股价5后开盘直线拉升 一度近11%至270港元 股价创去年12月11日以来新高 市值5.84兆港元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与中国最大汽车公司国有上汽集团 合作推出了一款电动轿车 发生了什么能够无限充电的汽车 以一个新品牌IM推出 据日经亚洲称 首字母缩写词代表运动中的智能 该车由阿里巴巴、上汽集团和上海地方政府的投资部门 上海章将高科技园区开发共同开发 轿车由Contemporary Emporix Technology的 新型固态电池供电 该电池还为Tesla公司提供产品 根据Nike Asia 它也使用NVIDIA Corporation生产的芯片 股价趋势 股价只跌回弹象上 股Compate建议 马云露脸没被消失 最大的好消息 阿里巴巴与中国最大汽车公司 国有上汽集团合作推出了一款电动轿车 采用TSLA供应商电池与NVIDIA晶片